許姑娘, 你要幹甚麼? 別躲我 你們一起去弄我 我跟誰一起弄你? 李洛, 又不肯教我武功 李洛, 草雲又說這件事會嚇到你 現在好了, 你對 我沒有練武天分, 不配給你教 我沒這麼說過 你這麼說, 真肯教我武功 鏡頭, 鏡頭, 鎮長是有事找你 鎮長找我, 我們遲些再談 鎮長, 你找我 鏡頭, 不得了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甚麼事? 剛才怨婦派人來 他說這次劫生神光的主謀人 就是魏三 要我們交人出來給他們 要我們交魏三出來? 真是的, 真不知道怎麼辦 想不到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他們都瞞不講你的 有甚麼理由不見生神光, 要我們負責 官字兩的口, 誰才來我們說話 早知道是這樣 當時是順從鎮長的鎮長幫 甚麼事都沒有 別亂說話, 大家想想辦法 會不會是你們那群人拿去呢? 可能也不一定 人的東西, 誰不貪錢 怎麼會 不過我和魏三相識這段日子 我對他也有所了解 他如果真的得到這批生神光 應該馬上遠走高飛 不會留在這裡 說不定, 他想等這件事平息之後 看情況如何做作打算 不會, 他現在是待罪之身 朝廷遲早會追究他 如果他拿到一筆錢 為甚麼不離開這裡呢? 那倒是 我們無謂胡亂喘測 讓我回去問問這幫人 再作打算 好的 好的 驚兄 這裡沒甚麼事嗎? 沒事 謝謝 池塘那邊不是有事嗎? 不是 今天官府有人來過 他們一口咬定 要我們萬山鎮 把那批生神光交出來 而且 我明明不知道他們會追到你 那你有甚麼打算 還有甚麼打算 如果不是走, 就要回去受罪 好嗎? 當日是我把你留下來 現在搞成這樣, 我也有責任 你不用說這些話 我自己的事我會解決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無論如何, 我也不會眼白白看著你回去受罪 我自己的事 現在目前要解決的事 就是找那批東西出來 當日在南海衛 除了我們的人, 還有紅頭幫的人 所以那批東西 很可能被紅頭幫的人拿走了 我也是這樣想 可是我又懷疑 究竟我們自己人中間 會不會有人拿走了那些東西 我想到兩個人 不過我不敢肯定 哪兩個 澤萬金和姚三寶 我那天親眼見到南海圍那裡掘地 但是挖不到什麼 就挖到那個斬堤佬的屍體 真的嗎? 我知道你或許不相信 既然這樣合作就有什麼意義 你這樣… 既然你也不相信, 我就退出了 大老闆, 你何必這麼衝動 這件事關乎我們大家和萬山鎮 所以我要逐個問清楚 你怎麼說呢? 等靜果他們回來, 我再問問他們 如果連他們都沒有見過 那批生神光, 一定是被紅頭幫拿走了 官府被萬山鎮交出來的霊山 霊山一走, 萬山鎮的力量就逍遙了很多 幫助, 現在姚三寶和靜果和尚翻了清風寺 連魏三也走完了 下一步應該對付于運帆和紮曼金 這兩個人容易對付 紮曼金只要有錢, 什麼都可以搞得定 不過, 他開的條件我看不會低的 沒有錯, 你今晚再找他 他開出了什麼條件, 你全部都答應他 全部答應他? 朱曼, 枉你跟官這麼久都不知道官成什麼 條件任他開, 給不給我們決定 所以今晚你就找紮曼金 是 那魏雲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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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拿到辦法對付他 沖海 幫主 很辛苦 不是, 幫我一點也不辛苦 可以先休息一下 謝謝幫主 我都知道你來這裡打兵是... 都很難為你了 幫主, 你千萬別這麼說 你收留了我這裡 而且我沒什麼做過 我不好意思 你本來是個人才 我很想提拔你, 只是... 幫主, 你曾經我明白的 我?你明白就好了 我想叫你去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幫主 嗯, 萬山站的人我已經對付了四個 現在還有京小峰和余文炮 我想叫你去對付余文炮 余文炮? 嗯, 你辦好這件事 第一, 我可以明正言順 提醒你的韓星為止 第二, 你又可以解決我和余文炮的姻緣 幫主, 那你想我怎麼做 我叫你去拿余文炮的人頭回來 幫主, 你認同我的武功可以嗎? 好, 這一點你放心 我可以派人幫你 你一個打一個, 或者有些困難 給多些人幫忙, 那就行了 幫主, 那又是辦法了 你要多得好好的太太 知道, 幫主 塾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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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瑜 習兄 我這次來了, 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數我一大陸三藏廟從未反共過 這次你來, 跟我有甚麼話說 你應該知道 只要你肯過來幫我們 我們洗劫萬山鎮之後 你不想合作的話, 你可以退出 你遠走高飛, 去享你的榮華富貴 扎兄, 你是聰明人 你應該會想的 你現在幫萬山鎮得到甚麼 最多就是三幾百兩 不過, 你幫我們就不一樣了 不過, 在道義上似乎 道義?甚麼叫道義? 你為了道義, 犧牲很大 你讓我考慮一下 好, 你儘管考慮一下 水雲, 你有空嗎? 對呀, 我覺得很悶, 就出來逛逛 你以為是你悶嗎? 我就悶了 從早上坐到晚, 坐到腰骨都痛 最少是京大哥, 這幾天我沒空 想找他就找不到 找到京大哥, 你不會來找我 那又不是, 你會開店 我經常來找你, 不太好 坐下 好, 看書 明天三寶晚上來買酒喝 都會陪我聊天 這幾天 看你, 人家在這裡的時候 你又假裝高度 但人家不在這裡的時候 又是想念人家 誰想念他? 我說說而已 不過, 三寶應該回來的 他會不會跟靖哥去了東山役 你這麼想念他, 不如去找找他 沒那麼空 是不是心那一句? 當然了 好了好了, 我也沒跟你談那麼久了 未必世伯見到, 不太好意思了 謝謝你 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不想要去 你也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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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隨便你 于大哥 于大哥 紅袖幫人來了 有多少人? 有十個人左右 我們去看看 好 好 重海 于昏豹 我們很久沒見面了 重海 你幾次都幸運走掉了 你今天竟然自動送上門 所謂事別三日 刮木雙案 今天誰死都不知道 什么任何也放活 哎呀 是 你的手 的人 小Thruan 快點, 快點 我們走 敬大哥 你追上去, 可能有危險的 敬大哥, 敬大哥 怎麼樣? 青鋒子就沒甚麼事了 事就沒甚麼事 不過師兄弟告訴我 紅頭幫一定會回頭 那你為甚麼不留在那邊 師叔說, 這些是紅頭幫的詭計 他特意引我們回去之後 就失落了萬新症的實力 所以特意叫我趕回來 好了, 靜哥你休息一下 三寶, 你跟我進來 你老老實實 把當日劫生辰綱的經過說出來 靜大哥, 你… 你不用瞞我, 我甚麼事都知道了 我只是想證實 習萬金有沒有說謊 是這樣的 那天我跟習萬金結了山神江 但後來我們還在樹後 誰知道他拿的時候 甚麼都不見了 他還說他自己錯手殺了那個朝夫 是嗎? 是 我們還以為是紅頭幫的人 就錯手殺死了他 對呀, 現在官府叫我們把那批東西交出來 我們去哪裡找他交? 那他的確沒拿到 對白天有個標師 一刻咬人家去搶 那…那怎麼辦? 你先出去 小心 好嗎? 老哥, 怎麼這麼多人沒見你? 對呀, 彩雲呢? 小姐?她出去了, 你找她甚麼事? 你知不知道她在哪裡? 她在回來, 你自己問一問 彩雲 你回來了? 對呀, 你去哪裡? 去東山翼, 還幫於大哥打走山雜 你為甚麼去那裡? 還好說, 我去找你 不用找了, 我今天就回來了 對了, 大哥怎麼樣? 他回去祠堂找經大哥 崇海竟然向你挑戰? 是, 可惜我殺不了他 這陣子真是被他們弄得沒人安逸 我聽楊姑娘說 說官府要追查那批生辰綱 現在就逼我們交出來 可是他們個個都說沒有拿到 照計不會是我們兄弟拿的 為甚麼你會這麼肯定? 本來最有可能拿的就是澤萬金 因為他早就打算劫這批生辰綱 還叫過我幫他 不過, 後來他說跟三寶已經得了手 還把那批生辰綱到南海圍 不過就起不回來 會不會他串通三寶一起騙你 起初我也有這麼想的 不過, 我試過幾次了 證明他沒有騙我 只要你這麼看 生辰綱可能已經被紅頭幫拿了 驚答 鎮長 你找得我這麼急, 有甚麼事 官府又派人來 他們有甚麼話說 他說叫我們馬上交出生辰綱和綺莎 好, 要不然就要鎖起我們 我們應該怎麼辦 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你之後找人通知乙雲跑去祠堂 我跟他們一起商量一下 那我要不要去 我當然不用了 我們決定了怎麼做才告訴你 好 好, 各位 好, 各位 目前的形勢我們不能再拖下去了 首先我們要決定一件事 就是要不要把魏捕頭交出去 驚大哥 魏捕頭為了萬山陣 現在連官都不做了 我們不能把他交出去 沒錯, 如果把他交出去的話 即是他要白白送死 是呀 那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不贊成 是 是呀 驚大哥, 還是想心一層好一點 如果不把魏捕頭交出去的 到頭來受苦的 是萬山陣的老百姓 那倒是呀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大家應該要有難同當 不應該白白犧牲為兄弟 現在各有各的說法 不如這樣吧 大家就表決 不贊成交出去的 就站過來這邊 那當然不交出去 好, 我們一起去吧 一字通過, 不把魏捕頭交出去 是呀 現在我重新分派我們的工作崗位 好呀 首先是魏捕頭 我派你守祠堂 第一, 你的武功好 第二, 留你在這裡比較安全 對 其次是于雲炮和習萬金 你倆守東山營 京大東, 不如讓我守回北角村吧 不行, 那說最近賊炒 我怕你一時衝動會亂來 由我和青海兩個負責 三寶和靖果, 你倆守三藏廟 好呀 還有一件事 官府逼我們把三神干交出來 但我們每個兄弟都說沒有拿過 我懷疑是朱猛拿的 而這個呢, 只是我和京兄大家 推上出來的 到現在還不敢肯定 我們懷疑洪頭幫 一方面搶了三神干 另一方面就通知官府麻煩我們 他們就可以助手如人之利 但我們還沒確定 洪頭幫是不是真的勾結了官府 京大哥, 這層我們很難知道 是呀 有一個辦法 我們可以打聽洪頭幫的消息 那是甚麼辦法 我想施一條反間計 京大哥, 我知道你想怎麼做 這件事交給我 李姑娘 只要可以瞞得他們 我一定可以查到消息出來 好似你這樣回去, 龍生肯定不相信你 是呀 誰非就虎肉計 我知道怎麼做了 不行, 這件事交給我去做 馬大哥 請外, 不准亂來 別這麼衝動 我想到一個辦法 一來, 李姑娘不用受皮肉之苦 二來, 龍生一定會信服 那是甚麼辦法 就是割了李姑娘的頭髮下來 不行, 你應該知道 這個未加熱割法是多大的肢肉 你叫他以後怎麼看 我知道這樣做很難得李姑娘 不過… 不要緊 為了大局著想 我這樣做是值得的 李姑娘 你這樣做, 真是令人敬佩 好, 我們就決定這樣做 好 甚麼人說 你明天去見縣官老爺 是, 我要當面跟他講清楚 看看他有甚麼反應 這次我們叫李姑娘回去臥底 唯一一個辦法, 就是剪了他的頭髮 那紅頭幫才會相信他 如果這樣做, 很難為李姑娘 但是除了這樣, 沒其他辦法 這件事只有我們幾個人知道 千萬不要洩漏出去 你馬上派人出去貼告示 明天我們在祠堂門口 當著大家的臉, 做給他們看 好 我們現在要把他的眼神 別讓他回應 看得出來了 如果他們再給他 他就要做, 改為他 我們在祠堂 在祠堂門口 就要做了 他都要做了 他人家在祠堂門口 他最有名的 後面的結束 你好 他在祠堂門口 他繼續按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來你是死不足惜 咕念你是屢留之辈 現在我放你一條生路 打哭 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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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現在我們雖然不殺死他 但是活罪就難免 我們現在剪了他的頭髮 讓他以後沒有面目去見人 你們說怎樣 既然真正都這麼說 我們就放一條生路 等他以後也沒有面目去見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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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年輕人 好呀, 那就好呀 好呀, 好呀 好呀, 好呀 好呀, 好呀 告訴你, 以後來一個就散一個 快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以後 你們來找我也沒用的 大人, 生辰江的確不在萬山鎮 你一定要我們交出來, 於理不合 生辰江是運經萬山鎮南海圍附近被劫的 我不追究你們, 追究誰 但是當時紅頭幫也有人在 在這裡 對不起 當時還有甚麼人在, 我不清楚 而且這次我只是奉命行事 鎮長 是, 大人 我已經找人一再交大過你 要你如期交出生辰江和魏山 是, 我知道, 不過… 大人 萬山鎮的人是良民 你們反而要迫害 紅頭幫在沿海一帶橫行不發 你們竟然置之不理 我們並沒有接過任何人的報告 說紅頭幫搶掠 我也不是沒有接到報告 而是你們太忙了, 不空管 好吧, 既然說你們沒有劫過 那麽生辰江就暫時不追你們交出來 但是魏三, 你們一定要如期交出來 如果魏三走了, 我們交不出人 那又怎麼辦 魏三因為失職 已經成為朝廷的陰犯 如果你們不交出來 朝廷降聚下來 恐怕要全鎮抄斬 你可怕嗎 麻生 就可以了 我給你 那麽生辯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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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寶寶 寶寶 驚兄 怎麼樣? 他說, 生辰綱可以暫時不看 慢著, 但是你… 他還說, 如果朝廷怪罪下來 萬山鎮可能全鎮抄斬 我現在真是左右為難, 不知道怎麼辦 你教我出去 魏寶寶, 我不想連累其他人 現在不是你連累其他人 是紅頭幫害人 如果我一天不走出去, 這就是永無另一 說話雖然這麼說, 但是未必沒有轉 你暫時安心留在這裡 讓李姑娘有進一步的消息再作打算 記住, 千萬不要自作主張, 做出傻事 哎呀, 從來真是沒用 這麼小事都做不到 是啊, 紮紋那裡有沒有違法 沒有啊 幫主 李小龍不回來了 哦? 仔細小鈴薯 我不想滅賞 我也不想滅賞 你無故 確定是否 你真是真正的 你真是真是真是真正的 他還沒什麼 你真是真是真正的 你真是真是真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後沒有面見人, 那就趕走我車 好了, 出去吧, 你別哭了, 今天你也很辛苦 去吧, 進去休息吧 光臨, 你真的相信你和她說話嗎 怎麼了?你懷疑她嗎 剛才看她的臉色也不像說謊 而且她的頭髮, 我也是這麼想 她這次回來, 我不能肯定她一定為萬山鎮做事 不過, 防人之心不可無無 我們還是小心點 你好 朱大哥 李虹, 你是你嗎 你還看著梳計嗎 你笑我 不是 這幾天, 我一對鏡子 就恨不得馬上嫁了她 不用看著頭髮, 眼淚了 你想嫁嗎 想一想也不行嗎 不是, 如果你想嫁, 嫁給我吧 你? 是呀 你也不錯, 只是粗魯一點 你不要看我這樣 我對女人很細心的 只是嘴巴, 你一點記性都沒有 你說我沒有記性, 你試試問我 我甚麼都記得 好呀 那我離開了這裡有多久? 半個月 這半個月, 這裡發生過甚麼事? 幫主跟我們開過朝會, 說了一個計劃 甚麼計劃? 就是… 就是甚麼呢 幫主吩咐, 叫我們不要跟其他人說 這件事只有我, 幫主和孫大哥三個人知道 原來你根本沒有當我是自己人 當我是其他人, 那就算了 李虹, 你別生氣 我跟你說也行 你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你千萬不要跟我說, 說我跟你說的 行 幫主首先派人去打青鋒子 讓三寶和靖果離開萬山鎮 然後我們又跟官府說 說魏三還在萬山鎮 讓官府去對付魏三 另一方面派去重海北角村 殺阿伊雲炮 好, 最後就由孫大哥去趕複習文金歸何我們 那習文金答應了沒有 那我就不知道 對了, 我在萬山鎮的時候 官府查過那批生神光 萬山鎮的人說沒有拿到 是否我們拿了 他們沒有拿, 那就奇怪了 我一直以為是他們拿了 是否你靜靜收起來 是啊, 好, 自幣不是 那你沒有錢, 怎麼娶我 那我平時有些積蓄的 幫主給他們的銀子, 我還沒用完 這麼少錢, 怎麼養我一輩子 除非有批生神光, 那就不同說法 如果你這麼說, 那就沒辦法了 你沒有錢, 可以慢慢存錢 我等你 真的? 我進來很久了, 我要出去 那… 我有空來探望你 對了 幫主 幫主 甚麼事? 我想去找馬大哥 為甚麼? 這次萬山鎮這樣對我 這個仇我一定要報的 而且馬大哥這次投靠他們 我相信都是迫於環境 為甚麼會這麼難? 馬大哥一向更義氣 幫主你收留了他這麼久, 處處維護他 我相信他不會忘恩負義 嗯 二來, 他一向和我感情最好 這次經曉風這樣對我, 我相信他很反感 只要我見到他, 動之以情, 感之以義 我相信他會回心轉意 至少我在他身上都可以探聽到消息 我知道他對你好好的 那你怎樣才見到他? 他住在北角村, 找他相信不難 你這麼有把握? 馬大哥, 他一定不會害我的 好, 好, 那你去吧 但是, 你要小心點 我有消息, 我要馬上報告給你聽 好, 好 好 好, 好, 挺好 對, 我的字幕 我們為甚麼… 謝謝你, 我不是怕嗎 我是不是很快 讓我們來拍照 我們就可以看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